之前歷史建築的調查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報報一下 我先把它找出來 其實我是想知道 歷史建築現況應該怎麼樣 也沒有應該已經不值得保存 或者已經消失了 只是這二年 對不對 應該說現在這五棟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是玄安宮他現在還是 就是當地他雖然有一些針見 但是他的那個狀況 還是非常值得保存的 好 這就是玄安宮的現況 然後這是我們可以看到他裡面的狀況 然後這是燕羅里嘉 燕羅里嘉狀況是比較不好 但是他們自己因自費搭了那個鋼盆架 最近才剛剛做好 這幾天才剛剛做好 所以他們也非常有心想要繼續保存下去 然後他們也在想思考這個修復的事情 也有在跟我討論將來修復的事情 好 雖然有一些狀況不是很好 但是他們其實非常有心想要保存 然後裡面的特色也都還保存的 然後這就是福州王宅 那福州王宅他雖然有一些針見 可是他原來清代的一些建築構造都還在 然後還有包括像日治時期針見的武聖 然後他們自己也有非常有心 他們也非常希望能夠保存下來 然後這是那個李和興宅 那李和興宅他們自己也是自費做了一些整修 在我們之前 然後他做了一個養成的鑽照建築 也是在地方非常特色 好 這是他那個 狀況 然後李中紀宅的狀況其實也不錯 因為他們其實他們裡面的人也非常積極的參與 這個地方的事務 然後這個地方也成為他們有時候會辦一些小組討論的一個場所 所以我看門口他也有一個那個 這個 也有一個他們的那個學長 所以 其實這五處的狀況是還不錯 這樣還需要補充 有一點 跟張老師我們講說的 我們當時去這五處的時候 他們都非常友善 而且很願意 那這次這個王老師普查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聽到他們厲害關係的 他們的態度願意被指定嗎 跟他們態度怎麼樣 因為你剛看到有一個增加一個很大鴻子 加了很大的蓋子 雖然說我們覺得說 不曉得這樣的做法對不對 可是他用心是對的 他胖個鴻子就胖個水裡 對不對 他乾脆可以加一個蓋子好了 那可是現在今天提出的這二十棟 或者三十二棟 或者我不要多少棟 數位數位親 那他們的態度是怎麼樣 有沒有分別就詢問他們的意願 或者是怎麼樣 我們這裡也沒有一個答案 好 謝謝邱委員的這樣提見 因為我其實 因為我們是全部都做調查 所以在當好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是我也不好說說 你們這可能會 哪一棟可能會有歷史建築的價值 會怎樣 因為這個是要我原來願意定 那但是的確我在 因為我每個禮拜都去跟他們訪談 那其實大部分的人對留下來這件事情 其實是贊成的 問題是他們很想知道 就像剛剛也有說 我選人提出來就是說 到底跟了歷史建築之後 對於他們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其實大家就想知道這件事 就是說在這個同案案裡以後 他們跟原來 如果沒有跟入成立時間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差異 他們最想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如果可以解釋清楚的話 基本上是 其實所有權人並 其實當然會覺得也不錯 只是當然也有人說 如果後來太嚴重了 就也不需要特別再去保存 但如果說裡面都保存得不錯的話 他們也覺得可以保存下來是很好的事 因為畢竟是足措嘛 所以其實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 因為所有權人太多太多 因為他們的共同 所有權人大概都是一兩百個人以上 所以我也不能夠說 所有的權人 所有的人都這樣認為 但是 那個 至少 至少贊成的人其實是還蠻多的 就是至少最常友善 就像剛剛邱文人這樣說 其實你去看他都非常友善 而且他也會帶你看 然後跟你說 這個房子多少年什麼 應該是這樣子的狀況 不曉得我們還沒需要補充 我知道王老師接受這個任務是有點燃眉之急 因為現在市政府對於奢侈島的開花 已經到了不得不做最後決定的一個時刻 所以對於文化資產的徒查也等於是這個雙管齊下要做 過去那五座 五座歷史建築物還是在文化舉成立之前 那時候我有參加 那我個人在那一次 那已經大概十年前了 那一次的話 當地的居民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已經被獻賤三四十年了 他就有點灰心 所以你要說你這個房子有利劍的價值 他們就覺得也是一個籌碼 所以他們有點不自可否 所以我相信王老師你最近去 他們都會支持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已經是死馬當活馬一人 因為他們被獻賊 而且他們也知道未來要填高一定的高度 所以那房子他的房子能不能保 他自己也都這個沒保 所以他當然會覺得說這個 反正多一個籌碼也好 那我倒是覺得 因為我覺得社子島的出現應該也很晚 在康熙年間義勇合來的時候 他都還說這個台北是一個大火 那康熙年間只不過是1680年代 1690年代 所以他的房子不可能高過三百年 那究竟他哪個部分是他先出現的 這個目前也不曉得 我們知道這幾個王家 李家 他們都是從旁邊坐船過來 因為他看到這裡有個福州出現 他們就因為人與地跟河爭地 他們就過來 所以這個對山李家是盧州李家來的 燕樓李家是我們淡水的李家來的 其實他們都是移民的 晚近的移民 那現在就是說對這個島 它慢慢形成可以跟蹤的年代 應該是在哪一個時代 然後出現聚落又是什麼時代 出現一些比較像樣的房子又是什麼時代 出現兩層樓的房子什麼的 我相信這個跟他的歷史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這次做文化資產的調查 如果只做幾個點好像比較不足 剛才劉宜昌先生講 也許他有聚落 現代人最喜歡用文化景觀 這個要是讓這個關心 心故宮的人來他一定說 這是文化景觀 因為人與自然的互動 人與天與尊 尊律 這不是互動嗎 哇 那這一片叫做文化景觀 也蠻客觀啊 對不對 好不好 我只是讓大家輕鬆一點 我想對王老師來講 那個幾個月是很辛苦 好 那我補充一下剛剛李老師 我們這是分幾分段 我先簡單講一下 就是他這個開始有人 就李老師剛剛講 什麼時候開始有人來 那他們是有那個家福 因為這幾部的那個家福 我都看過 所以說他們最早來的 就是西周迪跟那個西沙偉 然後他們最早是那個遷隆的時候 來到這個地方 那開始有像樣的房子出現 大概就是道光以後 然後像那個中中土跟那個福州 是道光以後他們才過來 所以這兩個是從其他地方遷過來的 然後西沙偉跟西周迪 有些是直接過來 就是他們一房來了好幾房 然後有些人去淡水 有些人去北偷 有些人去福州 那有些人就來這間 所以西周迪跟那個西沙偉是比較早 那西沙偉早期還是比較荒蕪 那所以最早發展的是這個西周迪 所以那天就從地名上來看就是這樣 那西周迪已經到底了 照理說前面已經沒有了 好其實他們自己也有講底的話 就代表說其實前面以前 真的是不太離根中 然後後來比較晚了以後才慢慢變成 所以他才會叫福州 會像那個中州普他原來叫普莎 他當地都叫他普莎 就是他也是福起來的地方 所以的確這兩個地方是比較晚 所以其實 因為其實過去還蠻多人很不安心設置道 那雖然這個案子很敢 為什麼我願意做 就是因為我也是覺得 一定要趕快把他這些歷史弄清楚 所以我大概這幾個月 全部都是在做設置道的事情 所以雖然時間很短 但是並不是說完全都不了解 一定要這樣說 這個島不是這個時候才形成的啦 這個島上面有考古遺址 考古遺址的探試年代是一千四百多年 我發表過專業的考古調查跟研究 可是那個遺址不在我們規劃範圍內 在規劃範圍內另外一個年代比較晚的遺址 年代比較晚的遺址大概是六百年以內的遺址 我還沒有仔細的研究它 因為是環評的時候 在這個範圍內發現的遺址 所以1694年到底有沒有抗溪大地震 到底有沒有把聚落掉到台北盆地的水裡面 我是比較認為有的 學術界當然有爭議 可是從考古遺址的資料來看 這個地方是比較早就存在 然後1694年的大地震 我們往前推 是因為義勇猴說是 他1697年來的前三年發生大地震 那台北盆地發生這麼大的地震 大概八級以上 那有沒有可能 事實上是有的 事實上是有的 所以我發覺的那個社子遺址的人居住的文化城 在現在的父母 就是不是靈公寺 是父母 也就是說他以前的確下沉過 那社子稿有一張年代比較早的 這個契約書 土地買賣的契約書 是嘉慶年間的 也就是說剛剛王老師說 大概大光年間開始 大概還要稍微早一點是嘉慶年間 那我引用過 我也讀過這篇文章 這是一個當地人 當地教書的一個小學老師 姓蘇 叫做蘇聖雄 後來在台北市市內教書 這位蘇老師他曾經寫過 這就是一般性的介紹社子的文章 他裡面有一張很早的契約書 那是日子裡的嘉慶年間 所以假使從整個發展過程來看 這塊土地詞比較早就形成 而且早期有人住的 大概就是茅沙翁社的人的後代 茅沙翁社的人在1694年在搬家了以後 假如一五合的紀錄是對的 搬家了以後呢 這個地方就掉到台北盆地的水裡面 然後大概在嘉慶年間才開始出現了 可以耕作的狀態 那可以耕作的狀態 所以才有土地買賣 才有土地的契約書 然後之後假如有聚落 大概就是像王老師說的一樣 聚落是要稍微晚一點 但是比聚落要早一點的 應該是一般的小的農業的農宅 或者是其他的房子 大概整個過程 從土地的看來是這樣的發展過程 所以這塊土地是原住民的 然後掉到台北盆地的水裡面以後 重新浮出來以後還是原住民的 因為那個土地的契約書 是原住民這個契約給後來來的漢人 所以大致上的過程是這樣 所以我也我在這裡也說一句話 我希望以後這個規劃裡面思考的時候 務必把那個考古遺址思考進去 去說明設置島這個島的整個發展過程 原來的島比較靠沒有那麼大 所以現在像那個鴨子的頭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後來跑出來的 大概我們可以做這樣的思考 那這個是讓我們作為今天的 background 那王老師我剛剛請教的是說 假使以現在王老師提出來的這個概念來講 有沒有兩個快放區域是做比較大的思考的保存 那也就是不是單用的建築物 而是好幾棟連在一起 然後有這個設置這個區域的 歷史發展意義的兩個快放區域來思考它的保存 然後把某些不要的房子拆了 把某些要的房子留下來 然後去思考它做比較整體保存 然後把設置的歷史發展脈絡整個保存下來 那以我們現在的法令規定 我們大概只有文化景觀或者是聚落 然後才能夠做這樣的保存 我們有沒有這個可能 那有這個可能 那今天討論這個單用建築而外 我們大概還要有另外的討論 那以上是我的意見 請參考 好 謝謝你 劉老師 就是我現在覺得有那個比較群體保存 形成一個面狀的景觀的 就是溪州底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一個就是溪州底的地方都是比較密集的 然後其他的地方 因為像那個西沙尾 它本來就是分領西沙尾跟下西沙尾 所以它就會變成兩個分點 然後宗州埔的地方是已經有一個歷史建築了 所以另外一個如果可以跟它一起的話 就可以形成這個地 然後它同樣都是李家 然後它還有它那個建築的那個方位系 也是代表當時那個土地分割的一個方式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就是某種程度也可以呈現 原來的一個聚落的一個特色 那又是不是可以用聚落的方式保存 其實一開始也有跟在地的居民討論過這個事情 那它的困難度是在於 因為它的那個土地所有權 像西沙尾是最有機會這樣做 可是因為它的那個土地所有權的人非常非常多 然後跟住的人又不一致 因為它為什麼會這樣子 並不是說他們 並不是所有人都是把土地賣掉 而是說原來的那個 他們原來住的家 現在已經在這個淡水河的位置上 那所以他們變成沒有地方住 因為那個河水氾濫變成沒有地方住 那其他人就借它說 好 那這個土地借給你蓋 所以他們就一直蓋在別人的土地上 所以有很多 那個西沙尾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會造成說 如果適用聚落保存 就是要大家這些任意同意的話 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好 謝謝王老師 我徵求各位委員的意見 因為這個案子確實比我們想像中來的複雜 因為你如果不是單動的這個點的 你如果讓它是一個聚落 讓它是一個文化景觀 讓它是一個考古遺址 我相信不是短期內容我們可以解決的事情 那我想這個跟市政府 他自己有什麼樣的政策 他自己會去考量 我們作為文化資產委員 我們是希望王老師的報告 能夠比較明確的給我們資料 我們才有辦法做定夺 那因為今天 因為我們有委員他12年要離開 我想這個案子 可能我們要這個 另循一個時間再來討論 今天這樣20幾處 那麼多房子 我覺得大家的理解可能會有不足的地方 這樣子的判斷會不會不妥 主席有關的意見 來 有一點建議嗎 我副立主席剛剛的那個財事 那主要有幾個原因 因為我覺得當時登錄的五處 現在我們開了這個普查 我覺得我們非常肯定文化就這麼做 那再看一次之後 如果說其出報告的結果 就已經充分呈現了那個文化資產的價值 要不要登錄的部分已經做完了 其中跟其末與這個無關的話 那是不是有機會把其出的成果至少也就 我不知道他適不適合公告或至少提供給每一位委員 因為或者是有參與縣刊有看過那個報告的委員 願意分享一些建議 因為對我而言今天要投票非常非常的困難 我6月中那一次並沒有去參與縣刊 那整個報告我完全現在沒有看過 就是剛剛那個短短的時間的簡報 那我覺得好歹也要就是每一個委員有機會 把王老師現在這麼辛苦做出來的這些細節都仔細看過之後 會比較好能夠進行投票 所以我也是建議是不是目前比較 所以今天比較不宜直接就這時初開始做決定 以上 好 謝謝 謝謝 這次6月4號去看的委員有意見 已經有意見了 去看的人都去看 所以我會想說比較有件事 因為6月4號的會議感覺是針對這個調查報告的出出 應該說是針對這一個普查的報告的建議 那其實很多委員對於如何選取這一些要現刊的單位的遵則 都還有一些補充的想法跟建議 那可是後面大概6月中的時候去現刊的時候 就直接單動單動刊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兩件事之間的落差 有沒有落差 或者是說其實委員們都是已經完全同意了選取出來的現刊點了 還是還有一些移住之函還沒有去 因為全面補查只有收頭單位王老師他們做啦 那他們挑出來的點 我們6月4號去看的是那幾個點而已 我們就沒有辦法地攤試看 不然要說我們是選擇性的人 就是經過選擇以後就看了 相信王老師他們的眼光 他們已經畢產式了 看了一遍 好 各位 我想今天時間有點不太夠 你好 就是這個調查 我想大概跟這個問題是第35條 就是第35條就是這些主席 這些所謂的都市計畫的訂定 我們現在訂了一個新的都市計畫 跟上次的都市計畫不太一樣 還要徵求這個出管機關的意見 那後面的當中就叫做這個主席 我們也都想詢問他到現在狀況到什麼樣子 所以這個詢問好像應該讓我們有機會可以詢問 不曉得都沒有機會詢問 然後這裡面當然就是 如果這個事情呢 就是或許做重大營建工程企劃的時候 應先調查工程必須有 古吉亞歷史前段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所以我再講